之前有被有些無甘受老的葉花瓶 會不會覺得很困擾 不會這個完全不會 你沒有得必喔 你越必越有貓膩 之前有被有些無甘受老的葉花瓶 會不會覺得很困擾 不會這個完全不會 就是被拍到 我覺得這個完全不會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工作的現狀 然後每個人都有需要 其實我也是覺得他們很幸運 他們要拍我們 然後這裡他們要撲狗飯吃 我自己以前當記者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工作需求 但是就是在合理的範圍之內 我覺得作為一個工作人員 被寫是OK的 那就是 但也請關注我們正在努力進行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實際 沒有得必喔 對這沒什麼好必 你越必越有貓膩 你就沒事就是沒事 這沒什麼好嗎 我老婆是我公司的老闆 那是負責任 所以我做什麼事情都要跟他報告 好 就講到這幾天的 因為時間很難調 不是說我們要挑半夜 或者晚上時間 每個人各自白天都有各自的事情 對啦 所以很不容易 所以我才會說 我在走這趟的過程當中 才能理解他們的辛苦 這樣 所以也是就是有 如果我們想說 對阿 我發現要送小孩 所以每次編劇會議 大概我都提早走 然後我都說不行 我第二天要送小孩去 所以其實也是難為到我 好 大家趕快進去 你這樣不會這麼緊張 我不會啦 其實我真的是平常心 因為 這第七次嘛 所以我要入圍這麼多次 然後 我只是覺得每一次入圍的作品 只要被看見 那種感覺很好 比方說我今天拍一個 好像沒什麼人注意 然後也沒什麼聲量 就算我拿獎 好像 好像不關別人的事 我覺得有一點可惜 然後今年的獎項 今天大家都很努力 拍出來的東西都很好 你坐在那邊 你會覺得 欸他得應該的 他得應該的 而我得 欸更好 你知道嗎 就是 就是大家都好 那種感覺其實 我很喜歡那種 團體的榮耀感 那會不會就覺得說 那個像 獲勝 他入圍的比較沒有 像差距那麼多 會有點可惜 是啊 但是你不可能 因為名額就這樣子 所以因為我自己去年是評審 我自己知道評審的為難 所以今年的評審 一定更為難 因為今年 對 搶騙太多 你選誰都不對 選 選誰都被罵 然後今年的評審一定更辛苦 好不好 謝謝 現在是要辦夜約姚哥喝酒嗎 好 他願意的話 他願意的話 各位幫我灌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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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